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翻遍了库房 总算赶在爷大喜日子之前 把这钥匙找着了 爷总算可以把那 碍眼的老石子给摘了 等完事 我再让人把钥匙送去秋府 让圈姑娘也摘了 秋妍还有一事要谢谢大人 六年前 大人在京城外 从一群山匪手中 救下了一个小女孩 当时你没有留下自己的性命 只留下了一把折扇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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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人啊 夫人 夫人 李大夫 这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夫人得的是疫病 现在你们所有人全都出去 以后没有我的命令 谁不如进来 你命了吗 快把药拿着 你母亲还等着呢 快去吧 我欠你了 我欠你了 以后一定还热 我欠你了 二姑娘 夫人已经没了 那么多血 母亲一定很疼 我问过李大夫了 后亲是在顺路中走的 没有说苦 不是的 我亲眼看见母亲 吐了好多好多血 什么 真相就是 你母亲 还一病而亡 你这话也只能骗骗你自己 燕儿 你还是个熟的女儿 如果做您的女儿 要对母亲的死事而不见 那我宁可不是 你 邱小太太 邱大人 我不想把事情做经历 但人 今日你们留不住了 母亲 夫人的事 是不是你 我不能做事 他们害死我母亲不管 也许邱伯父说的是真的呢 就是那个大夫 吴高呢 大夫吴高 他有何动机呢 吴高一说 雨里根本就站不住脚 还是并非你的神母 为他赌上前途命运 知道吗 母亲 的确不是我的神母 可她让我知道 我在这个世界上 也是有人在乎的 我 我 也许邱 是我在亲娘那儿 都没有感受到的温暖 草谜李正元 拜典大人 李正元 你亲眼所见韩氏的尸体上 有中毒的迹象吗 你别怕 你只要爸跟我说的话 再如实说一遍 我一定保你平安 有本官为你做主 但说无妨 回大人 回大人 小人 小人并未曾说过 韩氏 视死于红花之族 母亲一直深爱着父亲 可父亲你却因为 这两块欲绝 就断定母亲不忠 你这根本就是辜负了 母亲对你的深情后义 邱家 邱家出大事了 怎么了 是宫里的消息 今日一早 皇上看了份折子 之后便勃然大怒 立即下旨 让元朗查抄邱家 你当初求许我妹妹的时候 说的那般情真一切 可竟能为了迎合圣上 转眼就将邱家踩在脚下 我真是从未见过你这种 薄情寡义之徒 你兄弟们可是个个言之凿凿 贪污公款 剑阅盛上 你能想到的罪名 他们都帮你想到 袁主使 我何曾做过这些 我知道邱大人你是冤枉的 你只要在三日后的公审中 承认一切都是受良意之事 我便保你平安无事 不然 恕罪其发 你母亲和你女儿 可不是进教访司 那么简单了 这是人生完 旧水风便可掉灭 你活这么一样才不会那么难受 没有用了 我自己的身子 我自己知道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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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萌萌萌 我求你让我再见老太太最后一年 可以吗 萌萌萌萌 可不可以我们些许时辰 让我们再送老太太最后一程 这教访司的规矩不是我说改就能改的 萌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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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吃啊 我叫你在毒了 叫你在毒了 走走走走 谭慕 难喝 我方才尝的很是咸香可口啊 那是因为你尝太少 又苦又肆 我不信 你试试 可口 再尝尝 是你未觉有问题吧 我让你尝就尝 哪有那么废话呀 你答应了袁老什么条件 他为何会放过你 你没什么 不过就是大应灭亲罢了 我现在已经不是罪人了 我是关键证人 仇人就在眼前 可我却不能奈何他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潇洒快活 这种感觉 当真是洗如刀疆 我 母亲曾经跟我说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要去恨 好好地过好自己的日子 可我还是好恨 我恨袁老恨圣生 六年前 我父亲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可是我一样没有做到 放下仇恨 比报仇更难 别怕 明天 然而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